连续三年万里在地七夜台电和二厂都会邀请在地居民的独居长辈到万里公所提前吃围炉饭 而今天不只是准备丰盛的半桌菜 更加准备了新春红包、袜子、帽子还有手套 要让独居老人们温暖又暖心 穗梦爱心满满每年万里在地的电厂和二厂都会邀请在地的独居长辈与弱势族群 到万里去公所提前围炉吃饭 今天是围炉关怀的日子 洗开十多桌 更发送年节红包还有保暖用的袜子、帽子 就是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可以陪伴独居长辈们热闹的围炉吃饭 也要照顾长辈们不会因为寒流冷到而生病感冒 我们这里要遇到 但是电厂在这三四十年了 也是要去免疫区大家庭的成人主 我说到今天二县豪卜差不多26七年了 所以说起来今天很高兴 我们来跟大家与众位在这里围炉 说到大家在担当保护的时候 应该有穿个红包 红包也是好一个喜气 也是很好的人传统 除了红包以外 围炉后 我们会看到大家 没有了 收藏 没有了 更严慎 目的事有点什么 心疾病 大家要保暖 穿得稍稍 所以我最喜欢大家这样回忆起来 真的要感谢台阶大家的豪卜民 昨天我们副总说到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支持 我们会长每次都说二厂是我们的豪卜民 大家可以好好来 可以见到一年一次的聚会 每年都会来到现场的长辈们 彼此早就成为生活上的支持与好朋友 同桌聊天话家常问候近况 希望在爱心满满的店场照顾之下 相约明年还要再度来到公所围炉吃饭 一起共度传统的年节 而市议员们也来到现场 给长辈们祝福与关怀 所以在这里今天的中午 大家慢慢吃 吃肉 慢慢享用 等一下 我相信应该会有卡拉OK 拜托你们大家 吃肉 通过年 会这样的长辈 唱歌 大家听 我们大家给你拍摸 我相信今天围炉 是大家 每个月都有 大家提早 给大家庆祝 在这里 祝大家新的一年 大家健康快乐 大家猪事炫瘁 万事如意 祝福满满 相信大家 在新的一年 都会猪事顺利 那现场也要 趁这个机会来感谢大家 有年 有年现场也有来 有年现场是我们在 议员做烈身份来的 感谢大家 给你们 去年十一月 就是现场的事实感鼓励 现场这次来 换了一个身份 人敢换了 换了一个身份 这一次 再次来感谢大家 那在接下来的四年 先想一定是 全力以赴 跟各位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 万里城区共计 有92位的独居长辈 万里区公所 也很感谢和二厂 每年对独老的付出与关怀 今年的围炉现场 特别邀请到公所志工 来到现场 一并关怀 增添热闹气氛 也期待这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能够拓击更多的弱势族群 并且持续办理 让独老弱势 每年都可以暖身暖胃 又暖心的过存节 记者廖平函万里采访报导 好 好 好